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因為網路很複雜 所以網路的這個 Protocol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要講給我 外系的同學再舉手一下,我看有幾位外系的同學 不是外系的,非資工系的同學 這樣講外系好像有點見外 非資工系的同學請舉手一下 有的可能不好意思舉手 資工系的男生站起來看什麼 那我還是再介紹一下 這個,如果 我現在要介紹Protocol的概念,因為網路很複雜 所以呢,協定 協定是一個很複雜的,我剛才有談過協定的基本概念 Protocol的基本概念 但是,因為網路發展也有一段時間了 那最早的網路是什麼網路 是電信網路 我們打電話的,純粹語音在上面的 類比訊號的電信網路 那大概幾十年前開始 我們這個用電腦網路出來 然後現在這兩個網路慢慢的統整成一個網路 電信跟電信 那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這些標準、協定在那裡 那怎麼把它分類呢,這是很重要的 光是Internet,在上面 我常看Internet的協定 大概就有幾百種 那常用的,在課本裡面學的 大概一二十種跑不掉了 所以非常非常多 那下面下層更多 非常多不同的技術 那所以要了解那麼多技術呢 那怎麼辦呢 通常我們在網路教科書裡面 就用這個機場跟這個Airline 坐飛機出國 或者坐飛機去哪 什麼地方的這個Lailing的概念來看 就你這個 你在這個 先買票 跟旅行社買票 或是跟航空公司買票 買票的話呢 我從這邊飛到這邊 從這個台北 飛到這個美國 哪些地方去 那先買票 然後你要做 進到機場的時候 package 行李要怎麼樣 要check-in 行李一定要送 不管是 有網路的check-in的話 行李還是要做check-in的動作 其實要辦網路登機 你如果帶了行李 還是要做check-in 除非你都只有隨身的 然後呢 到了登機門 然後到登機門 然後到了這個跑道 起飛有起飛的跑道 然後呢 飛機起飛了 起飛了之後 你的飛機就交給什麼 不同的那個航空控制 航管 先是機場的 然後到外衛 然後到航管 再控制 通過很多的routing 飛機該怎麼飛 走這個航道 走這個航道 怎麼飛 一堆的routing 然後到達的時候呢 到達的時候 然後對方的跑道降落 降落完以後呢 你到最後到達了這個 然後最後跑道降落 然後同樣從登機門 就是這樣離開 從機門要離開 從機門離開 提取行李 那如果 如果你有什麼complain 如果這個 這個 剛剛在飛機上面 這個 有這個 遭到不好的待遇等等 你可以去 跟航空公司或旅行社 去做complain 抱怨 所以當然是這個 可是你發覺在 有很多東西都是在 起飛端 跟這個到達端 他們很像都有類似的 類似的 類似對應的這些動作 或對應的地方 但是 這個是歸航空公司管的 行李呢 行李是歸機場裡面的那個 歸機場裡面管行李的 只有這個 所以你這邊貼上去的 那個行李標籤 那這邊要看得懂 對不對 那這邊行李標籤 所以這邊要講同樣的語言 那gate gate 漏的跟漏的還好 那起飛 然後routing routing上不同要講同樣的語言 所以我們看最上面兩層 你的機票跟這個 他一定要能夠回溯 你在 你最後到達的時候 那機場要檢驗你 或者等等 那一定 你的一定要這個 你的證件啊 你的這些 一定要 他要看得懂 那所以呢 我們在 這一個 一個 做飛機出國或旅行的 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把它切割成不同的這個類 不同的這個 城市 那在每一個城市 這個是歸 這個 航空公司管的 這個是歸這個 行李 機場的行李部門管的 等等等等 那這樣子 他們 互相之間 講相同的語言 但是我在 我要出去之前呢 我要把這些東西都完成了 我才能真正的出去 真正的 上飛機要走 那 對方在到達的時候呢 我同樣 我要把這些動作完成了 才能 那 那我在 管吸引的時候 我是需不需要知道 我這個飛機怎麼樣飛 要經過什麼 當然不需要 一個層次一個層次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 把複雜的東西呢 切割成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的 那 你在某個層次呢 只要管你自己的工作 雖然 這些那麼多複雜的工作 都要在我這邊完成 但是 我在這個層次裡面 我只管這些工作 在那個層次裡面 只管那些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 Protocol Layering的這個概念 用這個比喻來看的話呢 Internet的Protocol是怎麼樣 這個Internet的Protocol 我想如果修過器蓋這個也應該是 知道也很熟悉的 那如果不是自工系的同學 你把這個當做一個嘗試也不錯 這個 當做知識 所以自工系的同學要把這個當嘗試有點辛苦 但是 自工系的同學這個是嘗試的 這個 那不然 那自工系可能還要看另外一個 這還要看這個 OSI的7Layer 要看7層 那但是 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看5層就夠了 最上面應用層 應用層 我們像Web瀏覽器 瀏覽器 瀏覽器用的就是HDD Protocol 我們等一下就要看看HDD Protocol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要看 瀏覽器的 瀏覽器 跟那個Web伺服器 Google 50萬台裡面 很像某一台 跟我們怎麼樣的來溝通 透過HDD Protocol 然後再下面呢 Transport Layer跟Network Layer 這兩個Layer 一個是這個 這個Transport叫傳輸層 這個Landwork叫網路層 那這兩個層次呢 現在都實作在哪裡 現在實作在作業系統裡面 像Windows 或是Unix Linux 這些作業系統裡面 或是手機的作業系統裡面 都實作在這兩個層次 那這個上面 都不是作業系統的 它是應用層次 你可以知道是應用層次 這三層通常都是軟體的 再下來的Link Layer跟Physical Link Layer 一般來講 這是網路卡的概念 就是網路卡 你要買一個網路卡 那不管是無線網路卡 或是有線的網路卡 那Link Layer 他們傳輸的時候 就是跟周圍的 最接近的 物理上面最接近的 那一個 讓我現在 我現在有這個聯網 對 就跟外面的 走廊上面的一個 Excess Point 就是 走廊上面 如果有一個接取點 一個AP的話 資訊中心 在這種大樓裡面 佈建了很多 這個AP 那我的 我的這個筆電 就跟那個AP呢 透過了Link Layer 做一個連結 但是 大家上層 上層也有 因為我有一個IP Address 我有Nineward 然後我透過 聯網的時候 透過 這個 我連到我們系上的 或者連到宅學習 那個是個Application Layer 透過 連到我們系的網站 然後流到 連到我們學院系的 宅學習網站 那是Application Layer 然後呢 因為是 HTEP 所以它下面是TCP 然後呢 我這台電腦有IP 那台電腦也有IP 對 然後 在這個層次呢 是透過 透過這個 Wi-Fi的Link 連結 Wi-Fi是Ethernet 連結 然後再下來 透過哪一層 哪一種波 哪一些頻段的波段 在裡面 the physical layer 所以 基本上 有很多很多 從我們使用者 到 到這個 最 最下層那個 電 光 電 波 那這個層次裡面呢 有很多很多複雜的東西 那我們要把它切成 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的來看 所以這是 Internet Protocol Stat的觀念 所以這很重要的 那這個 那 那如果學術一點的話呢 事實上 這也不是學術的實物了 那在1980年代 1980年代 1980年代初期的時候 那個 ISO ISO大家都知道 這個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et Standardization Internet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就是 國際標準組織 那它推出了一個 OSI ISO推出了 OSI OSI是Open System Interconnect 的這個 那個 那個時候已經有 已經有Internet 那個時候已經有 TCPIP了 已經有Internet 但是呢 Internet不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不是很好的東西 就是它 它推出的時候是很好的 免費的 但是 大家都用的時候 就覺得它負擔太重 就是 就是需要做改進 所以 所以這時候國際標準組織 就想要 跟很多 很多廠長講 那我們要一個更好的標準 而且是Open的 然後大家 以後我們網路就 照這個標準來做 我們來 因為熱身網路剛開始 就開始用OSI的標準來設計 以後所有網路完整 都照這個 七個Lail來做 但是 來不及了 太晚 回不去了 因為大家都已經用 大家都已經用 TCPIP了 大家都已經用 這個就是 網路現實都是這個樣子 像人類演化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 你到了某一點 你大概已經用到某一點 演化到這個 演化到這個層次的時候 那 除非你要把它全統統砍掉 砍掉重練 那沒辦法 那 這個 現在我們都叫它 reference model 用來做參考 但是 也不是說它完全消失 因為這個 切割的比較漂亮 這個 Internet這五個層次 如果你以後 大家修網路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切割的 不清不楚 我們是 我們是把說 五個層次 其實如果你在看進去的話 它 它很多東西 並不是那麼漂亮的切割 但是沒辦法 我們已經用了 而且 而且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好不容易死的原因 我覺得就不談了 所以 所以就要分成 所以網路分成protocol layer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同樣的 因為我們這是遠距離醫療健康資訊 在 醫療的這個部分也是 醫學的進步很多 而且有很多東西 這個更麻煩 醫療有時候比電腦更麻煩 因為 資通訊的東西多久 就這幾十年 這幾十年你就看 變很複雜麻煩 醫療為什麼麻煩呢 因為 醫療 從很古老 古代就開始了 中醫也有 西方也有 很多這個 羅馬拉丁文裡面 都有醫學的這個 所以像醫學系的同學 很多到學拉丁文 因為很多那個字 就拉丁 那 他們要看東西的時候呢 同樣在講一件事情 講一個器官 講一個什麼東西 有的是拉丁文 有的是法文 有的是德文 有的是什麼 如果是不同的文獻來做的時候 那個要產生一致性 那個複雜度很高的 那個很麻煩的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醫學裡面 其實是複雜度更高 複雜度高的時候 我們叫比較好的歸納 要做好的歸納才能夠 好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圖 如果假設我們是五層的話呢 那一層一層怎麼樣的去傳輸到 從這一點傳輸到對方呢 那 我這層大家都了解 如果如果我一個web message 或傳一個email 或連到某網站 那我帶我自己這一層呢 先到transport layer transport layer 就是假設一個web的話 hddp 下面是tcp 這個是ip 這個假設是wifi 或者是我的網路卡 這個是一條線或是無線 在同樣這台機器上面 我把它傳輸到 那傳輸到第二個元件 那邊是一個switch 一個交換器 譬如說我們在我們系的551啊 或者是645啊等等 那它就有 它就有這個 它就有這個交換器 交換器 交換器是 第二層的設備 router是設備 第三層的設備 交換器是layer2 router是layer3 從下面來叫layer1 layer2 所以switch的話是layer2 第二層的一個設備 路由器是layer3的設備 那他們能夠往上看到的東西呢 就不一樣 就是說我從我這裡 我把我的這個 譬如我要傳一個mail 或傳一個什麼東西 傳到這邊 傳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一個交換器 比如說645的 然後傳到輔大的一個router 他們不會 他們收到的資料以後 他不會一直往上去看 你的mail是什麼東西 他只看到 因為 除非你是駭客 或什麼 不然的話 你不會往上看 那偷的話 可以偷的到 但這個設備 它也不能夠看那麼多 看那麼多 它會很累 它不能夠做正式 像我們 像我跟同學講 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要PO太多facebook的東西 不然讓我早上 看得很累 就是要看一大堆東西 那這個 你看太多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就沒有辦法做正式 好